偏远海岛上居然有一座贝 一个家族统治千年的古城 而且现在这个家族的人 依旧生活在这个岛上 接下来研究院就来为大家盘点 四个卫星才能发现的神秘文明 失落的南马多尔之城 在偏远的波纳佩岛 有一座古城南马多尔 南马多尔有着太平洋的威尼斯的美称 南马多尔古城遗迹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整座古城都坐落在珊瑚礁之上 这座古城不仅是未列入任何遗产名物的 最古老的考古遗址之一 还是最神秘的考古遗址之一 古城所有的建筑都是用巨石建造的 但这些巨石如何被运输到珊瑚礁之上 我们却无人知晓 如今能在这里找到的 只有一些残破的墙壁和地基 考古学家甚至在这里找不到 一件雕刻品和艺术品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曾经有一个萨德勒日的神秘家族 将这里统治了一千年 以至于现在的岛上 仍旧有他们的后代生活 不过这些后代并不知小南马杜尔的起源 只不过会将古城废墟 当成是夜间灵魂出没的圣地 通过卫星 人们才真正地了解到 这里有多大 研究人员在海岸线上 发现了97个相似的 几何形状的建筑群 想要建成这些建筑 至少需要75万吨黑色岩石 但是至于这个岛如何发展起来的 又是如何衰败的 至今仍旧没有研究进展 卡塔尔沙漠中的居民 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利用卫星在卡塔尔寻找地下水时 偶然在这里 发现了一个从未发现过的居住地 根据实地研究发现 这里已经有3600年的历史了 这个地方虽然已经残破岛 肉眼无法辨识 但这里确实是一个史前的废弃村庄 根据对当地的土壤探测能发现 当时住在这里的居民 曾尝试美化这里的环境 还在附近从事农业生产 甚至挖掘出了地下水来维持生命 但这群沙漠居民到底是什么人 卫星却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日本神秘陵墓 在日本可以找到许多巨大的陵墓 这些陵墓被建造成了钥匙孔的形状 其中大仙古坟 也是这样一个形状的巨大坟墓 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纪念碑之一 长度超过365米 高达30米 周围还有一些散落的小型墓葬 日本的专家表示 这些坟墓可以追溯到日本16代天皇 仁德 周围较小的墓葬是为宫廷官员和王室亲属准备的 最大的那个当然是为天皇自己准备的 但如此宏伟的遗迹 却在日本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 所以里面住着的是不是天皇也无法确定 不过通过卫星可以观察到 这些墓葬都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因此 专家接下来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方向 古代阿拉伯公布西澳大利亚大学的考古学家 发现了阿拉伯原始公布的证据 与其说这些是高速公布 不如说这是一条殡葬大道 这些墓是在青铜时代建造的 研究人员认为 它们是作为连接两个绿洲存在的 甚至可以当作牧场的走廊 因为就是在沙漠中的人们 必然需要绿洲 毕竟绿洲有更加丰富的水源和植物 所以这条路的存在 对当时非常有必要 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数千年前 渐渐的沙漠不再有人居住 所以大部分高速公布也已经被抹去 因此才只能被卫星察觉到 而之所以被称为殡葬大道 是因为在这条路的两侧 有数以千计座的坟墓 从卫星上看 能看到大道两侧有将近一万七千八百多座墓葬 一望无垠的天空 为何会突然坠落物体 天降异象 究竟是末日预兆 还是虚惊异常 这些令人惊悚的场景 到底是人类的擅自想象 还是背后有合理的科学解释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从天而降的可怕东西 不期而遇的蝙蝠 在2017年的夏天 行人走着走着 就被黑色的物体砸正着 低头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个个野生蝙蝠 为什么空中会有蝙蝠坠落 难道它们也承受不住生活的压力了吗 原因并非如此 受一股超级热浪的影响 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热上加热 气温直接升到43度 当地居民和动物们 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这些蝙蝠也一样 它们长时间倒挂在树上 或飞在空中 被热得脱水了 也全然不知 最后终于虚弱坠地 才有了现在的这一幕 这些都不算什么 下面要讲的天降之物 才是真的不想遇见 当庞然大物即将降落的时候 你最好不在现场 完美的囚形陨石 这是一个落在中国内陆的囚形陨石 从照片里我们能够 看到即使将地表和房屋砸到塌陷 它仍然保持着完美的形态 众所周知 通常情况下 体积较大的陨石落地后 会冲散成鸡粉堆在陨石坑底 那这个秋天陨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联合各方消息 爱好者们最后了解到 这个陨石是在很久以前 降临中国内陆的 但可惜的是 当时并没有摄影设备 能够记录现场 时至今日 只留了一张不知真假的照片 神奇的不明飞行物 下位移的天空中 一个发蓝光的物体 在高速移动 飞行一段时间后 它便毫无来由地 一头扎了下来 消失在镜头中 这是什么物体 难不成 真的是外星派 来监视地球的飞船吗 对此民众说法不一 有人说 这是一架适时的飞机 还有人说 它只是当地的热气球 这当然也引起了 联邦航空局的注意 不过他们 也没有给出 什么有用的答案 只是确认了 这个不明物体 已经追入海洋 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会触及到 你的知识盲区哦 你知道末日云 突然降临头顶 是什么预兆吗 搞怪的末日云 2017年的一天 一位巴西市民 像往常那样生活着 突然间 他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头顶有朵 看起来很恐怖的云 这朵云 就静止在这座城市上空 乍一看 就像一个 即将轰然落地的陨石 使出反常必有妖 当地人认为 这可能是 某种灾难的预兆 于是大家都躲在家里 心里暗暗揣测 意会可能会有龙卷风 但搞怪的是 五分钟之后 这个看着十分骇人的末日云 就自动消散了 有专家说 这只是一朵尘埃云 神秘的血红色云 现实生活中的血雨 虽然罕见 但却真的存在 2001年7月 印度卡拉拉邦地区下立场血雨 为了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科学家们陆续对血雨进行了研究 印度科学家路易斯博士 在研究中发现 血雨的红色颗粒中 存在大量的无DNA细胞 这些细胞 居然可以在315摄氏度的高温下 进行无私分裂 这使得路易斯博士 做出了大胆猜测 这些生物细胞 可能来自外太空 而血雨可能是外星生物 入侵地球的另一种方式 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世界上 最古怪的监狱都有什么吗 你见过必须交租金 才能居住的牢房吗 接下来研究院给大家带来了 世界上最古怪的9个监狱 模拟监狱 斯坦福大学 为了更好的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开展了一个很大胆的项目 研究人员设立了一座模拟监狱 里面的牢房 全部按照真实牢房1比1还原 并且请来了大量的专业演员 做预警 异常逼真 每周这个项目的研究人员 都会招募60个志愿者 让他们去模拟监狱里带满一周 果然实验很奏效 从模拟监狱里出来的人 无一例外都体会到了 特别绝望的心情 并且对犯罪这件事 坚决抵制 城镇监狱 细看这些被晒出来的衣服和被子 是不是跟普通的居民楼 也没什么不同 然而 这其实是一座监狱 波利维亚的圣佩德监狱 是整个国家最自由的监狱 在这里 罪犯可以和自己的伴侣 还有家人一起居住 监狱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 比如纺织 清洁等等 最奇怪的是 罪犯们住牢房 还得支付相应的租金 要不是由狱警看守 真以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硬巧监狱 你见过 因为罪犯数量太多 被硬生生挤他的监狱吗 1700年 俄罗斯的一个大惊酒窖 被改造成了监狱 最开始只能收纳1000个人 随着俄罗斯的动荡 无论是哪个地区的罪犯 都要关到这里来 但是监狱却始终没有扩建 终于1960年 这座监狱 因为罪犯数量太多 挤不下倒塌了 和接下来的监狱相比 这还不算最古怪的 监狱里办选秀 牢房离选偶像 赛部监狱 近年来选秀节目层出不穷 但是谁能想到 监狱也在选秀 菲律宾的赛部监狱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管理手段 为了防止罪犯暴动 和攻击预警 菲律宾的赛部监狱 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管理方式 歌舞教化罪犯 罪犯需要学习唱歌跳舞 外加乐器 还得组团出节目 从2005年到2010年 这些罪犯们 每一年都会精心编排上百个舞蹈 配合着热门歌曲 在歌在舞 不知道的 以为误入了哪个企业的年会现场 松鼠龙监狱 想象中的监狱是什么样子 四四方方的形状 阴暗压抑的气氛吗 但是美国爱荷华州的监狱 并非如此 爱荷华州的这座监狱 在设计的时候 就请了专门的建筑师来参谋 设计师把他的楼梯 设计成了旋转楼梯的模式 也就是预警队所有的监牢 都能实施无死角的监控 转一圈就什么都能看到了 帐篷监狱 监狱中各种罪犯相互勾结 相互残害的事件 是监狱管理最头疼的事情 但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的监狱 想出了其招 给每个罪犯单独制定了一个箱子 各自分开圈径 大大减少了暴乱的现象 接下来 你将看到更奇葩的监狱 监狱生活 看比杜士白领的生活 白领监狱 挪威作为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 就连罪犯也过得很舒服 挪威北部的一座监狱里 囚犯们有自己的淋浴间 冰箱 彩电 甚至小厨房 囚犯们的劳动 从做苦力 变成了给厨房做饭打工 有的囚犯甚至还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 因为生活太惬意了 所以这个监狱被牺牲为 专门官白领的地方 其实并非如此 这里都是重犯和死刑犯 也算是在处决前 发挥自己最后的价值了 壁鲁监狱 你见过 因为教会囚犯太多技能 所以被囚犯统治了的监狱吗 壁鲁有一处坎托格兰德监狱 建于苏联时期 监狱为了让犯人们 获得生活技能 教会了犯人很多东西 包括怎么种食物 如何做吃的 但是竟然还教了罪犯们 怎么做武器 于是这些犯人 用学会的知识造反 把监狱和狱警都统治了 当地政府花了很长时间 才镇压住暴乱 美食监狱 要论最古怪的监狱都有谁 意大利绝对当人不让 别的监狱都是因为残酷出名 意大利的这座监狱 因为美食出名 监狱里的餐厅一场受欢迎 如果要去吃饭 必须提前半个月 才有可能预定到 接下来视频的主角 都是一些开过光的人 死神始终慢他们一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在鬼门关前 疯狂试探的时刻吧 这个男人正拎着东西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一辆被卡车顶飞的轿车 朝他的方向往扑过来 这应该是他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 毫发无伤 就是不知道乘坐完夺命过山车的司机 有没有这么幸运 这个男人上一秒还在开心拍照 下一秒惊恐回头 飞机竟然擦着头顶掠过 下意识的下蹲性好头还在 竟然还有心拍照 还不赶快坐十万个罗伯蹲 赶歇苍天 卡车转弯时 这个骑自行车的人 刚好处于司机的视线盲区 车头正直撞了上去 但这个男人竟然刚好被撞到在车底 躲过了车轮碾压 看到他捂着头检查全身 显然不敢相信刚才经历了什么 这个挖掘机在工作时 是一块巨大岩石从天而降 冲着一辆轿车飞扑过去 这个司机可能吓得忘记 如何挂到档了 竟然停在原地鸣笛警告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块巨石竟然真的吃这套 在车前定住了 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个滑雪者一个后空翻从雪地飞过 头顶距离地面只有几毫米 这种硬核操作也太吓人了吧 这个司机是想给速度与激情师投稿吗 竟然敢在火车面前及时闪过 这应该是最费命的擦肩而过了吧 这位司机行驶在上班路上 一个巨大的建筑企重机 突然从天而降 然而这位幸运的奥迪斯基 竟然自己从天窗上爬了出来 如此致命的打击 他竟然只伤到了脚踝 很怀疑他是不是在打电话订购彩票 他们正在试图暴力拆卸轮胎 轮胎说别人不发火 都把别人当傻子吗 这两个男人 真的应该感谢暴露轮胎不杀之恩呢 这个飞落的巨石离他们只有几毫米远 这个掉落速度也就是幸运女神降临了 不然蜘蛛侠可能都来不及救他们 这个红衣男孩 可能把这场欢乐聚会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如此危机关头都没撒手 可能食物也被他感动了 帮他搭了个稳定的天平 毫无伤亡的幸运世界达成了 这个蒙面男生一秒还在寄携带 下一秒就趁着火车进站 贴着车头后空翻翻过轨道 火车司机应该气到想吃他的席了吧 怪不得蒙着面的 这么做死 一天挨尸顿胖揍都算少吧 冷兵器作战的古代 很多阵法就像被高人失了幻想 能够轻易困住杀死敌人 阵法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不谈玄学 我们来看看古代战场上 到底有哪些强悍的阵法 第六 方阵 古代短兵相接的战争 并不是像街头混混斗殴一样 人多势众下手狠毒的就能胜利 在战争中 战斗双方必须要组成战阵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各种兵器的优势 于是 无数军事人才发明了各种绝妙军阵 达到了一割敌众战无不胜的效果 而所有军阵的鼻祖便是方阵 简单点说 就是把军队在野外开过的地上 排列成方形阵势 古代的方阵 一般由前军 中军和后军相互嵌套排列而成 平面呈现回字形状 根据兵种的不同 可组成不同的方阵 随时随地发生不同的变化 十分灵活 是古代战争最基础的阵型之一 第五 一字长蛇阵 说到灵活多变 兵家十大阵法中的一字长蛇阵 不得不提 顾名思义就是 整个阵型成蛇之态 由蛇头 蛇胆 蛇尾三个部分促成 长蛇阵运转起来如同巨蟒出击 而且攻守兼备 攻蛇头蛇尾卷过来 和蛇头形成夹击 攻蛇尾舌头转向支援 蛇尾若攻蛇胆 则首尾相连 关门打狗 把敌人包围在阵中兼裂 虽然促之简单 但不容小觑 不仅单方面的威胁和防御效果显著 而且能迅速出击 威力非常凶猛 不过由于两侧和后方相对薄弱 只要从这三个地方 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 即可破阵 因此 一字阵要借助地理优势 才能做到一蛇当关 万夫莫开 而数千年前 威力惊人的仿生战法 可不止这一种 甚至都不局限于中国 二十世纪才提出的 模仿生物系统的功能和行为 来建造技术系统的一种科学方法 早在上千年前 就被运用到了阵法当中 第四 鹤翼阵 作为仿生阵法中 气势最强的存在 鹤翼阵型摆开 就像一只曾扶摇万里的巨鹤 降临战场 气势凶猛 中间为装备精锐攻步兵 两侧为翼 部署最强的骑兵部队 从外形上看就知道 专攻包围敌人用的阵型 当一碾压之势出现在敌军面前 正面进攻的时候 两翼也可以顺势拉长 攻击对方的两侧 不断渗入敌军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合围之势 形成让敌人毫无抵抗之力的 瘟中捉鳖效果 不过 这种阵型 只有在以多敌少的战争中 才能无往不利 第三 归甲阵 归甲阵士兵们先组成方阵 然后由外围的士兵 把龟甲盾牌垂直放置于身前 将整个方阵藏于龟甲盾牌之后 只在盾牌与盾牌之间留下小小的空气 以便于长矛穿刺 虽然较龟 但更像一只能伸作利子的巨大铁甲刺猬 在正面冲锋时 敌人往往对此阵型无从下手 只能被动挨枪 罗马军队在攻城时 常用此 阵型来抵御四面而来的落实与剑士 历代的中原王朝军队 与游牧群族交战时 也会用此阵来抵消远射类武器的威胁 虽然能给士兵提供相对安全的密闭空间 但对士兵的视野观察限制也很大 而且作为重型步兵方阵 一动不变且容易疲劳 是其致命缺陷 现在所讲到的阵法虽也厉害 但都有突出弱点 下面我们看点印和的 历史记载中 从未有过败机的阵法之一 第二 火牛阵 战国时期 齐国的将领田丹 在与燕国的战争中 发明了火牛阵 由成千上万头蛮牛组成 牛角上绑上兵刃 尾上副尾 惯有点燃向前冲锋 后方有五千勇士尾随追杀 气势冲田 无人能挡 田丹凭借此阵 连克燕国七十多场 后唐朝王玄策也使用过此阵 印度士兵也是无力反抗 所以在历史记载中 可被无一败计 不过火牛阵虽然彪悍 但多少有点废牛 而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 只用石头布了个阵 就能下推十万雄兵 是号称人舰低头 鬼剑福德的齐阵 第一 九宫八卦 阵相传三国时期 刘备供无反对陆迅满山追杀 诸葛亮派兵护送刘备 途中设险一段十八卦阵 阵前没有一位精兵强将 陆迅只见云雾缭绕的奇怪巨石 感受到其间传来的杀气 派出小分队探查 一去不返 吓得当即原路撤军 后来诸葛亮又将此八卦阵 与硅谷子所创的 有多个小阵法组成的大型军阵的 八门金锁阵进行融合 独创出九宫八卦阵 同样也是由数个小型军阵组成 每个小军阵不仅可以独立行动 还可以自由变换 一旦敌军进入到了阵中 会被分割成小块 逐一歼灭 比八门金锁阵更加变换莫测 虽名其大 但由于阵型庞大且太过复杂 能指挥此阵者寥寥无几 传下来的具体信息极少 到现在人们还完全搞不清 这个阵法是如何运作的 希望有朝一日能参破此阵 为我军所用吧 你是从不记仇有仇 当场就报了呢 还是退一步 越想越气化个圈圈诅咒的 都说做人要大度 除非忍不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来自 弃不过新人类的报复行为 便利贴报复 这是什么新款车模吗 但是车主好像并不喜欢 原来是这个男人 将车停在了为残疾人专设的车位 便利贴侠呢 可不会坐视不管 既然地上的标志你看不见 铁车上泥总该能看见了吧 各个角度都有哦 其实这个蓝白配色 还是挺好看的嘛 只不过这个男人大概 再也不想看见便利贴了吧 在围观人群的嘲笑声中 气急败坏 只想火速逃离现场 这荒弯的背影 真的是写满了狼狈啊 恶作剧失灵 这个不礼貌的司机 在驱饮料时 冲着麦当劳的工作人员 狂按喇叭 刺耳鸣笛声想想 就知道有多恐怖 何况这么近的距离 不过这个小姐姐 也并没有惯着她 将她递上了信用卡扔回 另一只手将饮料 扔向她的车窗 这个男人竟然还想 把饮料扔回去 难道是没花钱不想要 开个玩笑 只见小姐姐淡定关上窗户 一滴都没有见到 干得好 带着满车的免费饮料离开 怎么还能开心地笑了 原来这是两个男人 策划的恶作剧 显然失败了 我只想说 不是你觉得好笑的 就是恶作剧好吗 接下来 你将看到一个神级反转 赛场上不到最后一刻 别以为你稳赢了 远距离逆袭 这是一场日本小学生篮球比赛 我们看到白队的一位小朋友 正在定点投篮 见了 他们的队友们 都欢呼雀跃地围上来 开始了提前的庆祝 因为比赛马上结束 他们将领先一分获胜 但就在这最后两秒 一个黑队的小朋友 竟然扔出了一个超远三分 球尽了 太然了 这次换黑队的小朋友 开始庆祝了 在赛场上 还有什么 能比打败看似稳赢的对手 更绝佳的报复方式呢 乾坤未定 千万不要掉以轻金啊 垃圾狭陷深 接下来的内容 会引起极度舒适啊 只见这个轿车司机 一点都不见外 随手就将垃圾扔出窗外 然后火速驶离现场 幸好他遇见一个 十斤不昧的骑手 直接冲着窗户物归原主 要知道 车窗抛物 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不仅破坏环境 还可能引发车祸 希望司机能意识到 素质是个好东西 可不能不要啊 接下来 即将看到的 是一个来自动物的报复 事实证明 只要动物愿意 隔着窗户也能吓到你 大惺惺复仇 德克萨斯州的动物园里 一个黑猩猩 正惬意地 把玩着一个小树枝 他好像刚吃完小甜点 心情还不错 但是一群吵闹的小朋友 隔着玻璃窗 对着大猩猩狂乎乱叫 尝试各种招式 想要激怒他 管理员多次制止无果 他们成功了 大猩猩暴怒扑向玻璃 孩子们应该都哭着 去找妈妈了吧 希望他们能知道 尊重这个词 并不专属于人类 我们常说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挑衅嘲笑自己的朋友 真的很愚蠢 不是吗 球球帮复仇 在一场曲棍球比赛上 亚历克斯 不小心将球棍挥到 沙利文脸上 比良被划伤了 当沙利文捂着毛巾 划回休息区时 一个观众竟然对着 受伤的前锋起哄 沙利文并没有搭理他 在随后的比赛中立落进球 没错 这才是对嘲讽者最好的反击 但这场报复 还没有结束接下来 更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球员 在击球时不小心 将球挥向了看台 竟然击中了那位 嘲讽沙利文的观众 看他捂着头 还在冲着球场叨叨 只能说 不要随意嘲笑别人 球都看不下去了 要知道 被闪电选中的概率很低 但绝不是没有 但有幸运 竟然能直面闪电 而且毫发未损 你有没有也曾有某一个想感叹 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 真的有好多幸运瞬间 电影都不敢照着拍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那些被相机拍到的幸运瞬间 一起来吸吸欧气 这位司机大概是第一个 近距离观察过飞机底部的人 这才叫真正的飞机 从头顶掠过吧 要问他那一刻什么感觉 估计就是 还活着 这就是那个被雷神选中的幸运 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见 过落在地面的闪电吧 他不仅近距离观赏了 还更加幸运的 没成为那位击中的三十万分之一 让这位小伙子告诉你什么叫失败了 但没完全失败 骑着他心爱的山地车加速 前轮支的起跳 什么 车子竟然提前着陆 但是没关系 事实证明 独自闪亮落幕更酷 接下来 我们来见证一下满级人类车技 这是任何车型都不能阻止 秀明山车神秀操作 这简直比某某巧克力还丝滑好吗 最后温馨提醒 请勿模仿 有时候 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乍一看平平无奇 来让我们复盘一下 请问 你这是用圆规还是两脚器 提前算好了吗 在河边后 空翻失败的后果 一定会是掉进水里吗 显然 如果你够幸运的话 还能做个水上俯卧撑 有谁没有在玩这种游戏机的时候 祈祷自己被欧身附体呢 哇 好多的棒棒糖 全掉下来了 疯狂欧气 快看这个女孩在滑滑板时 竟然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体操天赋 借力翻滚优雅落地 一气呵成 再看一遍 还是那么完美 请问这就是速度与激情现实版吗 没说过观众参与感会这么强啊 鼓掌感谢你车技好 感谢我反应快 这难道真的不是摆拍吗 我直呼好家伙 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 都说人有第六感难道 你们也有点在车上 来让我们看一下现代版清空水上飘 一是基本功没练扎是吗 原来他是想原步返回 不得不说 每一步都在落水边缘疯狂试探 幸好最后还是避免了一场射死 你见过最高超的后空翻是什么 绝对不会是在海上吧 还是坐在皮滑艇上的那种 只见巨浪推向这个男子 收紧贺心 走你 相比于幸运 我更想夸他技术好 这个降落太壮观了 是旋转跳跃闭着眼 还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但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安全降落了 我来推你当鞦韆 鞦韆 我们一起来吧 写说 谢谢我们不约 生日必备缓节 胆高糊点 不好意思完美逃脱 所以说 有时候不用靠幸运 那就得自己多加机制啊 这一定是两位运动员 肾上腺素爆棚的一刻 在运动会上用接力棒 表演了双人颠扫 放慢才知道 究竟经历了多少次的手滑 最终的成功 显得更加幸运了 请问 这是我们人类通用的 特殊修理办法吗 坏了别急 看我帮帮两拳修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直呼 幸运的其实是电视板 最后祝大家凹气 满满好运不断 金刚鹦鹉是可以合法饲养的 但是你需要专门为它准备一个屋子 而当你养了松鼠猴 就必须承受被它丢失的麻烦 接下来研究院就来为大家盘点 五种可以合法拥有的可爱动物 小山羊 小山羊 其实是一种非常适合养的宠物 虽然长大后的它们 也非常有攻击力 小山羊柔软雪白的毛 完全可以满足你抚摸的需要 但是它们存在一个隐患 就是当你将它养在家里的时候 它们可能会嚼所有能嚼到的东西 所以想要养山羊 最好能有足够大足够空旷的地方 这样对你喝山羊都比较好 贾哥 鸽子被当作宠物 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 这些鸽子 可以被当作信鸽或者赛鸽 如果你想要养鸽子 就需要准备一个安全的围栏 还要保护它们 不受孽齿动物和天敌的侵扰 当这些条件具备 那么剩下的它们 就只需要一些水和食物了 哪怕生存的空间很狭小 也完全没有问题 猪 养猪 其实并不少见 见尤其是近几年 将它们当作宠物的 更是寻常事情 这种猪 是乔治科鲁尼有名的大肚猪 看起来也非常的憨厚可爱 而且猪其实并不蠢 甚至比猫和狗还要聪明 只是很多人在购买宠物猪时 不小心买到了 可以长到上百斤的肉猪 这样一来 等到宠物长到家里 都放不下的时候 也确实是个头疼的事情 金刚鹦鹉 宝兰泽的金刚鹦鹉 也是可以合法饲养的 只是这种娘 不太适合胆小的人 而且金刚鹦鹉 需要非常大的空间 加上它们非常擅长 开索和粤语 所以饲养它们 首先就要选择一个 非常靠谱的笼子 或者有条件的话 可以为它们准备一个 专门的房间 养金刚鹦鹉的代价虽大 但是它们的美丽和聪明程度 完全值得你如此付出 接受过训练的金刚鹦鹉 会比其他宠物更加有趣 松鼠猴 你可能从来没有 听说过这种动物 更别说 知道它们也可以合法饲养 早在1960年代和70年代 是非常受欢迎的宠物 只是饲养这些小猴子 你就必须为它们 穿上纸尿裤 可即使这样 你也可能无法避免被它们丢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